立法会议员马逢国被指 违规攜带超出容量规定的发型造型啫喱 进入机场禁区 和安检人员争执的时候 更加表达自己的议员身份 马逢国承认当时有些动气 愿意道歉 机场保安公司就说 初步发现涉事的职员没有执行规定 会展开纪律调查 陈料中报道 马逢国礼拜一在机场出境 带着过安检的就是这支造型啫喱 容量是200毫升 马逢国解释之遮理当时用剩大概20毫升 自己一直以为安全标准是限制液体 不多过100毫升 但当时安检人员说是容器容量的限制 大家可以说是有点争执不下 他也没有说得很清楚解释 有哪里的规定 他只是说上头的指示 就是一定要严格執行 我在那个过程之间 我相信我有说过 我自己是一个议员 我当然很关心关注机场安全 他说相信自己当时有点动气 强调自己回香港之后 才知道民航署的相关规定 日后会遵守 又说当日不是刻意表露议员的身份 也都无意向保安人员施压 不是有意去违南机场的保安人员 如果在过程之中 为当日的机场保安人员带来不便 我在这里表示协议 机场保安公司说 已经展开纪律调查 初步发现涉事的职员 没有确切执行香港国际机场航空保安程序的规定 机关局就说 已经独促机场保安公司 必须严格遵从机场的航空保安计划 有线尼斯记者陈耀宗报导